國際塗鴉藝術盛會有外國藝術家 也有台灣的塗鴉客 擅長用點鎮作為塗鴉元素的 藝術家阿諾 他這次創作的每一件作品 都跟以前的電玩紅白集有關 他說因為早年 他的家裡經營電玩店 所以他跟那些色塊都特別有感情 各種不同的小方塊帶著繽紛色彩 再遠一點看 就會發現這些都是 以前打電動常看到的金幣 以及藏寶箱 這是藝術家阿諾的作品 因為我家以前是開店玩紅店的 所以我對於以前包圓的像素 然後用很少格子 就可以抽出一個很簡單的圖案 就是人類可以辨識的圖案 就是這件事情很有感興趣 現在就是網路的時代 其實大多數是電子交易 然後就是在講電子交易這個事情 藝術家阿諾結合飯店業者 展出近期創作 小恐龍或是小貓咪 以及爆炸場景 每一件作品幾乎都可以看見 以前紅白機的遊戲畫面 旁邊還放上自己噴氣罐的裝置藝術 噴出來的不是鮮豔的色彩 而是一顆一顆的方塊 回應自己的創作風格 塗鴉為主的阿諾這次也展出一年來在割地塗鴉的作品 雖然現在圖案都已經消失 但它未城市駐路的火力會永遠存在 阿諾說生活在城市裡面就像是打電動一樣 也希望他的創作能夠為更多人帶來不同的驚喜